欢迎今个礼拜一起加港区 今个礼拜我带到你来University of Toronto的旁边 在一间500万加币的公寓 扛道 我自己都挺惊讶 因为这个地区 是一位最佳的 为什么呢 这是Charles的Bloor 这就是Hermas 即是一条街之分 Louis Vuitton, Fendi, Gucci, Dior 只有一条街之分 这里其实两部已经到了University of Toronto 我们今天去的就是77号Charles Street Here in Toronto 这间地方是2800尺左右 三房两次 他将两个单位放在一起 最疯狂的是 这个建筑的代表是建筑罗浮宫 France的Louis Vuitton Museum Chief Designer Yang Wei Month 所以今个礼拜我带你一起去看 Let's go 好了 现在进来702 在这里是77号Charles Street OK One of the best unit I've seen 今天呢 今个礼拜监区 我就带你去看 这里其实我们有一间三房 2800尺的condo 其实它之前是将两个unit打通了 变为一个大unit 现在叫价的就是 5.2 million dollars 520万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进来 其实你看到这个圆关位 已经有很多storage area 你看到这个圆空的摆设位 其实你可以放一些 很多人都喜欢放他的family photos 尤其是一些漂亮的designers piece 都会放在这里 加上的就一定要说 它的storage space 就是多到 我们华人就最喜欢用了 也都有jacket storage space 在这里 那也都要说一说它的地板 也都是hairin bone的地板 为什么这个hairin bone地板 是更加贵 或者更加luxury呢 就是因为你其实看到它的角柜呢 是要special design去cut 那它有一个pros and cons的 pros的其实它看起来 视觉感高很多 but就可能难些去清洁的 of course 你住得520万的 当然有人帮你清洁了 right 好了 plan到这个dining room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拜人大座椅 也有一个很漂亮的 艺术性chandelier 那你想想 一间condo的时候呢 2800尺 townhouse都没有了 不过你现在在这间condo 2800尺 不如说一下这个fireplace 这个其实是叫bioframe 我们直接去做一些alcohol去做这个fireplace 那全部这些都是云石来的 OK 你在condo很少会用到真火 那它用真火呢 将它的kind of like fireplace形象出来 是非常之美 那这个technology不是说个人做到 加上上面的 继续有 全部都是 继续有star space right 那来到这个living room oh my gosh i love it 为什么呢 第一 你有两边窗 很多阳光感都打进来 所以其实你不用开灯的时候 你已经看到很多的太阳感 加上它这里放了的一个录人大座位 那其实你可以放LC 自形的couch 亦都可以 对着的就是这个TV space 那听说买家呢 或者现在的主持人呢 就喜欢音响的 所以它现在有POLIT AUDIO的7.1 surround sound 在这个living room的了 那是否跟这个交易 所以其实你见到很多的这些设计呢 它都是内部设计师 Mike去做的 那他知道其实那个主持人是想要多一些的 storage space 因为需要啦 你住在condo 不过 Tanya就告诉我 因为其实这里都有一个很大的locker 是的 locker那些 你平时看到condo的locker 是一个龙这样的 它们的locker 就零色不同的 是一间房子来的 一间房子呢 是221呎 我都落它去看过 可以什么都装进去 那就令到你的单位 不会那么多粒粒粒的东西 221呎 真正的locker 房 rather than locker 铁闸 OK 拼回去这个 那其实呢 它现在放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酒 你看到 Blue Label Green Label XO everything is here 但也有很多人 喜欢放它的 masterpiece 的 真藏品 在这里 去 展示 Whatever it's nice it's going to be here 那加上的 一个漂亮的living room 就一定有一个 漂亮的patio 大约有多少尺 三个patio 那这间房子就有三个patio 加上都有400尺 那是不算在2800尺里面的 OK 就是2800尺 再加400多尺的patio space OK 那我们一起很快出去看看 先看 第一样东西我看到的 这个patio space 就是它不是 concrete 它已经做了一个towes的地板 那所以 你是用到这个space 那它也都放了一个outdoor set kind of like a two-seater 在这里 那这一边看出去的 我也不用太多说了 你看到的就是CN Tower 的day view 那night view 你也都看到很漂亮的了 那加上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就是University of Toronto的campus 那所以你看到很多 不同的University of Toronto的 一些building在这里 I'm not saying like 因为这个高层 你看到很多东西 不过你已经看到 Downtown 需要的东西 你这里 这个单位都有 加上了 一个漂亮的 balcony 当然 会有gas line 在Condor来说 其实很少会看到 有gas line 在这个balcony 那里的 好了 那来到kitchen 就是女主人最喜欢的地方 500万的kitchen 是怎样呢 OK 那进来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两个方位 你都有这个kitchen space的storage 不过你最紧要说的 当然是他那些appliances 由Decor的microwave oven 然后seamlessly 去到他这个fire stove OK Condor一直都说的 用到fire stove的不多 那你也都看到了 Cinderstone在这里 做了一个backslash 所以你那些油漬啊 你那些可能你在那里煮多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他用了一个 深灰色的时候呢 容易打理 容易清洁 嗯 讲一讲这一边先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 全自然的marble stone 在这里 加上我们也有更多的storage space 在这里 一个two side sink 加上的都是built in 的一个dishwasher right? 这个位置我最喜欢的 是的 一个built in的milly coffee machine 还有一个wine fridge 是的 那继续的时候呢 你看到呢 我们这里是有多少尺楼底 十尺楼底 你现在Condor很少看到 还有你看到 我们刚才看到的窗 全部是由地下 去到天花板 十尺 所以很光猛 是的 光猛 和够高 所以你那个 Condor的 我说 Condor的开阳感 非常之大 那加上呢 其实你可以看它那些 灯的摆设 每一个呢 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加上我最喜欢的就是 你看到天花板上面的 那些pot light呢 每一个都要 用人工去开 做一个正方形 然后才把pot light 上去 那这些都是什么? 功夫位 是大约 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这间楼大概是八年楼 八年楼 都算是新的 在Yorkville这个地区 其实要找到这么大的单位 通常那些楼都整三十多年 所以要见到一间 当然他们特意打通两间房 两间房 两个单位 那要一些新的单位做到这么大 就真的很罕有 那你来到这个power room呢 当然是有一个floating sink 令到你那个单位 给你的guest感到那种 酒店的感觉 这一道非常之好 那我们继续走过去先 Tanya 可不可以和我一起讲一讲 这个master bedroom呢? 这个主人房呢 就当然 要够大啦 那当然我们看到有个露台 直接在主人房出去的 那更加需要的呢 就是这个walking closet 这个walking closet 对啦 我已经想到如果我可以 拥有这个单位的话呢 你的鞋呢 可以全部选择在这里 Hermas就在我们对面街 所以我们可以买 全部的Hermas鞋放在这里 我还没讲完的 待会我带你去看 是Hermas那条街 是正宗看着 Diart Findi Louis Vuitton Rolex 全部都是十步之行 所以 所以这一件事都很crazy 那加上这个walking closet的时候 我一定要有足够的摆衫位置 那么 这里的话呢 it's very very good 好 那我们继续 Hermbon Flooring呢 是由living room dining room all the way延伸到去 这个master bedroom 的 master bedroom这里呢 现在就摆了一个 king size bed三变落床 oh my gosh 你想想 condo什么时候可以摆到 king size bed三变落床 还有一个位置 摆到一个office table 还有一个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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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摆到10个桌子 你现在身在哪里了 OK 大家看看那里 那里 那个位置呢 就是如果 你来到多伦多 唯一一间排队去抢包包的 Hermas 就是那里了 加上这几个桌子 Tanya 可不可以说一次 这几个桌子 都是非常出名的 这里啦 Saint Thomas 也是一个很 大家都很出名的桌子 这边 Saint Thomas 这边咖啡色 这个呢 就是Winster Arms Hotel 大家都喜欢去喝一下午茶 很高贵 很经典的地方 是的 这条街呢 I would say 香港的中环 中间地段 就在这里了 OK 所有的名店都会在 所有的名店都在这里 加上呢 你现在说的是University of Toronto 就是在旁边 所以你是知道 你这个 Prestige Location 除了你在 Core of Core Downtown之外 You can't beat this 好 我们继续 进到来 Master Bedroom的En suite 真是 豪华到一个极点 第一 这个En suite 是真的感受到 好像酒店式的 Design OK 你先说了 Cinderstone的 包围着 这个Bath Tub 非常深 那当你住在500万的豪宅的时候 我想多一点水 你都不会介意的了 所以这个Bath Tub 是很深 我们看到 Cinderstone Twin Sink 在这里 那加上 其实它有更多的 Storage Space 在这个的 厕所里面 干湿分尼的Standing Shower 用的 都是一个 大型玻璃幕墙 那我喜欢 其实它的Size 非常之好 你可以先关一关 我最喜欢一关 因为感觉上 给你看看 它第一 有一个Rainfall Shower OK 这个第一 加上它继续用了一个 黑色Tiles 做了一个Shower Back Slash 所以那个 感觉呢 是非常之酒店认识的 加上 最重要的是干湿分尼 什么干湿分尼 濕的 和你干的 一定要 分开 不过呢 继续 即是什么时候会看到 厕所是玻璃幕墙 除了在酒店之外 OK 每一个 设计氛围 absolutely the best 一起讲 第二间房 和第三间房 因为太多Storage Space的时候 我不想用太多时间 告诉你 这里有多少间房 都是可以放到Storage 不过我很想讲的 就是你看看 我们大致上 这间房间都说 四寸长的线 五寸长的线 六寸长的线 但当你住在五百万房子的时候 这些房子的线 是入厠色 是没有任何凸出 一直看不到 所以整个空间感 也都更加大 在Share Bathroom的时候 我们都用一个 Cinderstone Vanity 加上它是用灰色的 戴着上的一种氛围去做 我很喜欢这种的地板 因為它走上去的時候 有一種石質的感覺 不過它繼續是tiles 這個很重要 加上也是standing shower 有了rainfall shower head 所以每次不用拿著 shower head去洗澡 你是basically raining on you That's one of the key thing 這裡非常足夠大 兩房 所以我們看這兩房 Tanya 這兩房 都很大 這兩房跟剛才主人房差不多 你可以擺到這麼大的床 還有這麼多位置在旁邊 這張床現在是queen size bed 這個是queen size bed 還有兩個night stand 你看一下我們 我們看上去這間房的時候 我們是很小顆的 你知道那個空間的高度是很足夠 十尺樓底繼續是十尺樓底 加上你剛剛說的是 還有一個balcony 現在又是可以walk out 第二間房都有自己的balcony 亦都是看上去對面的 Saint Thomas Saint Thomas 那個building 那你也看一下 其實我們生了窗戶 不過每一間房的玻璃 都是落地玻璃來的 所以這個落地玻璃 你會感覺到 那個陽光感和空間感 非常之足夠 咦 我看到呢 每一間房都有自己的thermostar 是嗎 每一間房都有自己的thermostar 所以你喜歡外面的living room 熱一點 你的房間 因為你想要休息 冷一點的話 每一間房都有自己的冷氣恆溫系統 看回這裏吧 當時要有一個walk in closet 還有sliding door 哇 你看到這些就是細節感 你看到嗎 每一個地方 那些藏 Bull OK 我也有繼續它的walk in closet 兩面的walk in closet 非常之足夠 第二間房子的孩子們也是很足夠 如果孩子們在這裏 應該都在讀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因為兩部就已經到 好 那我們去第三房 繼續享受Harenbone的Hardwood Flooring 加上來到第三間房 我們見到的這個 都是繼續Queen Size Best三邊落床 這裡就沒有自己的Balcony 你擁有的 反而繼續是高樓底 兩個大型落地型玻璃窗 所以那個 即是我是第三間房 我感覺到我好像在Hotel裡面 因為它用那個 Painting的顏色 它那個天花板的Design OK 它的地板 我是感覺到 Luxury所在 And that's very good 好 那它也有自己的closet在這裡 對了 那我們講一講 這個unit 加上是有些什麼 大家看到這麼華麗的unit 以外我們還有剛剛說過 221呎的Locker room 真的什麼都加司 什麼都裝得下去 另外還有三個 Parking spot 在Downtown 真的 真的我可以說 沒見過 三個Parking spot 三個Side by Side 在整個電梯口旁邊 還在Charles and Bloor Street which is like the highest end location 有三個車位 好像香港中環一樣 你買個車位就是天價 我不知道 Can剛才進來的時候 看不見到 他們這裡的建築 是有failet parking的 如果你的朋友來 探望你的話 駕駛車上去 大門口 就有人幫你泊 這當然是 管理費 當然 管理費 但是 加上他們這裡有 gym 還有 Party Meeting Room 都是有的 Wow That's very nice 那我們今天就講完這裡 77號Charles Unit 702 我們叫Tania Listing Agent 今天帶我們去參觀這個地方 如果你是對這個Unit 有興趣的話 立即在下面 跟我們聯絡 然後我們帶來看這個 500萬 在Charles的Bloor 三房公園 如果你喜歡我原創的話 記得在下面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然後分享到 在香港的親戚和朋友 然後呢 加上的 當然是看下個星期的 加上的